陈先生忍不住哽咽 因为自己的太太一周洗剩三次 状况越来越差 爆瘦十几公斤 怀疑是吃了由大一生计公司 进口小林制药的红区原料 制作的保健胶囊 导致胜衰竭 陈先生表示去年三月 太太被检查出胜衰竭 五月份开始洗剩 今年三月二十三号 收到大一生计公司简讯 要求停用红区保健胶囊 让他联想太太胜衰竭 是不是与吃了三年的 红区保健胶囊有关系 大一生计公司出面声明 在第一时间已经下架 并通知消费者停用 第一波退款开放 在二零二三年一月一号 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四号期间 曾购买红区胶囊的顾客 都可以退费 而大一生计公司也不排除 对小林制药提出国际诉讼 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个产品而导致肾衰竭 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跟理解 从源头的来源 包括市售端的一个击杀 卫生局会全面做一个相关 实案的一个把关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 并没有接获病患通报 会调阅相关旧一记录及病例 进一步协助当事人 而陈先生也希望政府单位 能调查太太胜衰竭 是否是红区保健胶囊 导致要求赔偿 三地新闻成员 连贯志高雄报道